今天我觉得华联会主办这个活动 我觉得在当前的加拿大的形势之下 是非常有必要和及时的 确实因为现在 目前来说被害的中国人 在这儿真的是越来越多 每天都听到这样的消息 让你心里头吧 就是得不到安宁 咱们的有些福建乡亲 真的他们特别能够打拼 这乡亲和乡亲们的帮忙 互相的挣点钱 然后再去做 我觉得他们就是 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那种奋斗者 但是你说你奋斗了半天 图了个什么 图的最后命没有了 我觉得像这种情况下 国家必须得有强硬的措施 别抓 这人也抓不着 等抓着了 判还不定 光审不着审多长时间 再判 最后可能有的就没事了 就放出来了 我记得多少年前呢 咱们为华人一个超市 就是中区唐人街 还是叫什么金牛吧 那边是因为抓小偷 也是为这个跟打官司 咱们这个也是 当然那次是赢了 但是这样的事儿吧 不能经常出现 尤其现在 在咱们这个国家呢 之所以很多人到这儿来 这就因为它是安全系数特别高 生活有保障 这是每一个人追求的 可是到了最近几年 是越来越厉害 就是说没有一个安全感的一个地方 这个社会是没法让人呆的 你想让这个国家繁荣富强 你给老百姓 首先有一个安定的环境 我觉得政府一定要就是出面 有个制定一个严厉的措施和方法 打击这些人 把咱们的加拿大的治安搞好 把咱们的这个 这个就是说的 在加拿大应该是在全世界来说 是就是比较安全的 谁一说不安全 都说是美国 现在我也不知道 美国情况怎么样了 美国呢就来墨西哥 跑那难民太多 加拿大目前呢 也好多难民跑到这儿也太多 也不能说谁 你说谁谁都说你种族歧视 所以你不管是谁 我觉得哪个国家的人 但是你自己 你首先知道 不是要遵纪说法 首先你要知道你是一个人 你不能危害别人 每个人都是要生存下去的 咱们也希望咱们的子孙后代 在这儿有一个安定的生活环境 所以我们把我们的声音 一定要反映到国会去 让我们的议员们 我们有些很多议员 参加我们的活动 我也希望这些议员呢 把这些人民的心声 应该反映上去 让我们加拿大的治安呢 像以前一样 咱们应该让老百姓安居乐乐 这就是我们的共同的呼声吧 应该是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